有一個問題是有關電視 他說 你好,怎樣看MIRROR對NOW的利好影響 他說前景和派息你又會怎樣選擇 他就是問8號和6823你怎樣比較 這個投資者的網名就叫做 Love you,Anson Lo 你怎樣分析這個媒體股呢? 要不要喝一口水? 我喝了 Ansson Lo 不錯 如果你看好UTV MIRROR,ERROR 這個多紅走勢 直接受惠的當然是8號仔 因為8號仔拿著UTV 6823就是間接受惠 一個連帶間接的得益 你怎樣看這個利好 其實我覺得本地媒體市場來說 其實是困難做的 你看隔壁台的股價都知道很困難 其實媒體廣告收益不是下跌 而是在整個媒體廣告收益 現在是多元化了 很多企業買廣告 不需要一注就放在電視上 可能有很多社交媒體廣告 很多其他頻道合作 Youtube 或者跟一些KOL 甚至一些其他渠道做廣告投放 所以整個市場來說 你單純做電視媒體是困難做的 你看623 如果買得到它 其實很多的622星股東都是 買得到它不會自在 或者不需要太擔心股價升升落落 基本上它是收息股 看著息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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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你按出來 六厘多 都相當吸引 所以我又覺得 你買得到623 起碼你不用太擔心股價走勢 再反過來就是 按下 按下 但是增長就沒有電影那麼大 可能是 623是比較平穩的 電影上升落落就比較多 電影的數量就比較多 而且剛才所說 最大的波動因素就是 它的消息出現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到收息的話 當然是有避審 但是如果你說 在有息收之外 也希望有些突破的動力 不擔心一些短時間 可能是向下 這樣的情況 可能風險承手比較高 那就有電影 所以真的很看活 你究竟 你投資的心態如何 對 這個Anson Lo的支持者 又可以留意一下 又問一下自己的投資策略 想怎樣